在電視機看到交接儀式吧 還是很感動的 那一刻就是英國旗 港英政府的旗子降下來 咱們的五星紅旗升起 唱國歌那一刻還是挺沾漢的 回憶起1997年香港回歸的時刻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霍啟剛仍印象深刻 當年剛好18歲的他提前從英國請假回到香港 跟奶奶一起坐在家中電視機前收看了現場直播 也以這種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禮 從小多次前往內地交流 十餘年海外留學生涯 深耕文化體育事業多年 清理香港回歸前後變化 這些經歷使得霍啟剛有機會 從獨特的角度感受國家和香港的發展脈搏 回歸前這個年代可能政府的資源各方面 對體育尤其是精英運動員的發展還是不太足夠的 但是回歸的以後無論是政府的投入也好 市民的這種熱度也好 社會對體育的關注也好 還是逐步的提升 對吧我們光看那個體育 或者獎牌的數量 對吧從96年的第一塊 我們到東京奧運會的 那麼好的成績 這個是不容易的 所以在25年來 足夠證明我們在 香港特區政府以及中央各部門的支持下 我們整體的體育發展是有非常大的一個進步 隨著近年來 香港運動員積極參與國際賽事 並不斷取得優異成績 香港社會也掀起了一陣體育熱 全民體育運動在香江蔚然成風 我感覺到香港一般老百姓一般市民也熱愛體育 這十年八年來我看到更多人在馬路上踩自行車 我看到更多人願意去嘗嘈 我看到更多人願意去參與一些渡海游泳等等 我們現在年輕人開始有這個基建的熱潮 所以我覺得無論在金牌來講 或者在我們這個全民參與來講 還是有很大的改進 霍啟剛認為 當前香港體育事業的發展 離不開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在資源方面的支持 未來如何發揮香港科創優勢 將科技與體育結合是他重視的一大課題 我們成績非常好 但是他的成績背後 其實我們是經過多年也是非常多資源的一些支持 包括他的設備、他的衣裝、他的頭盔 不光是政府的投入 我們社會一些有心人士的資金的投入 還有一些比如說風洞的一些設備 我們科技大學的研究團隊 其實我們這些數據的分析 它是要超算電腦來計算的 背後是有龐大的這種科技團隊來支撐的 在霍啟剛看來 香港運動員的優異成績 不僅來自香港社會各界的奴隸 更得益於國家的大力支持 我們一個運動員叫石偉雄 一開始我們就給他一個訓練計劃 就當國家體育主學去訓練 因為在香港的時候 他就是已經成績最好了 對吧 但他到了北京以後 其實他整個環境都是世界冠軍 自然會有一種可能更積極 更有這種挑戰自我的這種狀態去做 所以後來拿到非常好的成績 也有賴國家體育局的這種互相幫助 無論在訓練上或者彭背之間的支持 我覺得也重要 霍啟剛表示 目前國家已批准了 由廣東省及香港澳門特區 共同承辦2025年全運會 在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的時間節點上 兩地更應抓緊機會 多舉辦以體育為主題的交流活動 促進兩地社會的互融互通 體育是一個橋樑 也是一股力量可以這麼說 我很希望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形式 利用運動來感染大家 來凝聚大家 來讓大家有共同的目標